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场八人军场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一场的话是一个远位的反贼啊 主攻董太师在这边 我们这边选了一个楚国大屌丝之一 简硬啊 巧说和纵视两个技能 那么还是适合远距离发挥的 那么这个地方主攻上来就盲顺了一下 然后二号位的这个双头啊 还是偏中一点的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一个跳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这个贴主的反啊 而且是简易 自带简易贴主 那么 不是 距离为二贴主 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这边啊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手牌啊 这边菊花道啊 有菊花道 自带菊花的男人 那么后面这一巧说的话 那么这些是菊花样的意思 平地赢了之后 那么吴东森又开出来 然后队友再摸两张 那么一个九杀直接三写 三写 就毫无疑问了 那么这个地方九火杀用的稍微有点问题啊 这个地方肯定是用普通杀的 而不是用属性杀的 这个刚才那个属性杀肯定要留着的 留着后面有用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香香是还是一个老香香啊 并没有改版 那么这个香香在这边的话 那么还是起到一个 对这个我们沙中啊 造成一点阻碍 但是这个阻碍你要说大的话也应该不算特别大 因为你一回合就补一血 我们在这边剪脚丝一回合拼点 拼点能赢的那就是凉血 凉血 菊花刀啊 那我们这个地方再次要感受到 树霸的菊花了普及啊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直接弃四上牌 其实如果树霸打得稳妥一点的话 可以那个选择就是说留牌 而不是说去攻击徐晃去攻击徐晃 那我们这个地方继续拼点 那么我们为了流沙直接拿头子拼 懂太师 拼太师 那么这个地方又是 那么树霸在这边都是生死边缘上被拉回了 被拉回来了 那么香香由于第一回合感觉到主宗旁边受到了重挫 那么直接是脱管 直接是脱管 那么有的时候打的是信仰 一旦信仰 失去了信仰之后 那么你有再厉害的武将 那么这个局面都是颁补回来的 颁补回来的 那么这个地方双头的话 一直是作为一个白板在这样平A 平A 并没有发动技能 那么我们这边的局长啊 肯定要是把树霸这边冰中的 那么我们除了刚才的这两轮菊花之外 那么局长这边其实这个位置还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刻树霸这一块 那么结果这个 还把那个 还把这个 树霸这个冰啊 添过了 这就没办法了 这就没办法 那么 哦 不是 无险可笑 主宫打的无险啊 那么打的无险这个地方 你为什么先开A呢 肯定是先杀再开A 这个地方你要狗狗卖血的话 那么还有一刀啊 还有一刀 那么没有闪没有酒的话 那么这个有点亏啊 有点亏啊 有点亏啊 这四张不得有点亏 那么你还是气光牌嘛 气光牌那下面的话 我们自己啊 这个地方再受啊 再受人头 那么还是被揪起来了 那么看来还是要让我们的菊花一爆到底啊 那么这个地方摸到了圈 这个牌肯定是不小 那么可以啊 额外增加一个目标 那么可以先把双头给收了 双头给收了 收完之后树霸死啊 挨饿倒 菊花各个的大自然这个也是很美丽的 很美丽的 那么局面啊 到了此时此刻的话 那么应该是结束了 应该是结束了 那么这个毫无悬念呢 我们从一开始啊 这个 这个怒刷脚气卡 然后啊 菊花在手 天下我有 一菊花 两菊花 是吧 三菊花 四菊花 那么这个树霸 一直活在菊花的阴影之中啊 也是非常的 日子比较的凄惨 比较的凄惨 那么从头至尾啊 咦 这个最后还有一个截刀 那么也是菊花招啊 KKO 主动 那么第一局啊 还是这个简用的这个技能啊 体现的还是非常完美的 非常完美的 拼点啊 没有一次没拼赢的 拼赢了之后 那么该发动锦囊啊 该杀增加额外目标啊 那么都不用客气了 不用客气 都中了 那么接着就是看大自然的造化 是吧 菊花 躲躲拍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场的话 第二场我们这边是一个七号尾的反贼 季二哥啊 季二哥 中端一打啊 那么这边扎策 那么整体二营啊 跟季二哥在这边的话 还是可以客一下主攻的 毕竟拼点了之后 你主攻就 赢的话就没技能 那么还是可以打的 那么这个地方 农民首反极跳 首反极跳 后面是 陆神将 陆神将 那么挂起连弩的话 这个执逼农民 执逼农民的话 已经把农民搞成一血了 幸亏啊 幸亏啊 幸亏这个陆神将的信仰不算太多 那么没有连续到再杀了 这要再杀的话 估计农民啊 这就收拾了 就该收拾了 拧便当 那么 甲鱼在这个地方搞了一刀陆神 那么我们后面的话 感觉有 不是特别好的 不是特别好的 毕竟我们这边远位的话 你要想到打到陆神 有一点难 有一点难 那么这个地方 国家把自己锁起来 那么希望的就是我们摸到属性了 那么我们有K 有南蛮 那么直接拼点赢路神 赢路神 先结算他的连移 再结算一决 那么他不能出牌之后 而且是明的牌 那个 只要补一 明牌是一个杀啊 那么这样的话 应该要死的 还有一个决斗 是吧 你能就一次 那么 但是应该是一个桃啊 刚才气两桃过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所以刚才这个南蛮啊 一绝加南蛮这个放得非常好 国家在这个地方的话是 直接给了两决斗 直接给了两决斗 那么你第一回合 我们乐中了走空之后 那么你这个农民没死成啊 没死成啊 后面的话就不好打了 而且陆神在这边明的杀 明杀 那么一刀陆神肯定直接白白 那么这边啊 这两盘啊 主中的信仰都不够足啊 那么上一盘 一个香香直接脱完 这一盘 国态打错之后就直接逃跑 直接逃跑 那么没必要啊 这个完全没必要 那么就是说 还是说那句话 再好的降练 加上实际啊 你真的敌不过你这种态度 敌不过你这种消极的态度 那么这一场到这里的话 应该也是结束了 那么 那么国态死不死都无所谓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一决再发挥一下 直接给队友回个血 那么主攻这边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 那么所以你看啊 我们这一会儿说 那么一开始说的 那么G二哥选在这边的话 跟主攻那边啊 一起一会儿说的 那么G二哥选在这边的话 跟主攻那边啊 一起一会儿说的 那么G二哥选在这边的话 跟主攻那边啊 一起一会儿说的 一决拼点 那么还是可以刻一下吧 虽然这一局主要体现在我们第一次 第一轮的一个一决 跟陆神拼点之后 那他动不了 那么出不了牌 那么只能就是说被我们什么了 隐负之说 那么火影里面叫什么 隐负啊 被我们束缚住了之后 那么我们直接开南蛮啊 那么国家卖血 送两决斗 那么耗了他三血 三血 那么从三血边人上还是救回来了 不连生 毕竟两个桃子 但是毕竟的这个效果还是体现的非常好 你如果没有毕竟 或者毕竟没有拼点赢的话 那么陆神人家那个 你看啊 拼点完之后又是一个杀 你再开南蛮就没效果 反而祝人家你 你再去决斗 说不定还搬尸砸脚 搬尸砸脚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场 第三场的话 是一个内奸 大内奸 主攻 小胖 小胖堆 那么我们这边内奸的话 其实心裁啊 这个心裁太脆了 那么诸葛克 大将军诸葛克 是吧 嗜财奥物 穷兵独物 那么可攻 可受 可攻 可受 所以这都是我们的激劳 禁着攻击 三星人王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上来啊 这边盖子盲居八号尾 八号尾的竹然有一个技能 是要有距离 那么一般感觉还是贴主的话 感觉还是偏反一点的 偏反一点的 那么这边感觉 这边应该是跳两个钟 那我们这个地方啊 既然摸到装备 那么装起来 气污污就直接过来 没必要说这时候动了 直言归戒 那么二装阵这个地方是跳反啊 但是你这个跳反 装备装的 有点问题啊 有点问题 那么反贼这边感觉的话 应该阵容还可以啊 阵容还可以 那么 真没意思啊 竹竹然在这边可以稳定控竹那边的牌啊 然后流鞋的甲黄地在这边 可以稳定的每回合送牌啊 给叔叔啊 那也是可以 那么借攻任战 有一个技能啊 乔某 那么给大家赌一些 当你使用 因为比较冷门啊 使用黑杀对名角色造成杀后后 你可以弃止其装备去你的一张牌啊 那么然后当此牌进入七牌队后 若此牌为破几牌 你会得出了 那么这个地方 逐一轮觉醒 一轮觉醒 那么几个武器啊 四个武器全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武器本来就没多少 本来就七个 然后还剩三个 那么马带 这个马带已经是合并后的马带了 那么直接杀一刀 顶着二张杀的话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牌队的牌啊 这个并不是说一定要出逃旧的 这个看一下牌队牌 先啊 亏看一下我们即将莫的什么牌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收了一反啊 二张这个感觉应该是反贼的核心嘛 那么这个地方 既然收了二张 我们就可以跳了 而且这么多手牌 你要不要放这手牌 这个地方可以啊 限制马带一血 限制马带一血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牛鞋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继续给牌 那么这个地方给牌的话 嗯 其实可以给借公尊啊 毕竟手牌富有的话 那么牌点的大了 那么也有可能多一点 多一点 那么我们有距离用胆手拆一张手牌 然后暴局啊 这边暴局也是好听 那么今天这三场啊 两场都有暴局的属性 都是暴局的属性的 那么主装方面的话 主力输出应该还在黄盖那边 那么放选给他 那么不敢卖 有点手 那么马带的话 他现在只能打到公尊战 所以别无选择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可以限制一下公尊战 毕竟啊 毕竟主装方面的话 主力输出在黄盖 黄盖已经一血了之后 肯定是 没那么好打了 那么接着竹然的话 肯定还是要扒牌 这边给牌直接拼点 拼点赢的话 那么又死 那么再到即使不死 到他下一个回合 直接把八卦扒掉 那么还是死 你敢手扒八卦 那么再次暴局 那么就看有没有属性杀 没有属性杀的 我们就是 这个铁索就有点浪费了 有点浪费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再看一下牌 再看一下牌 那么 这个地方接着主攻还是放权给马戴 其实到话 他可以考虑放权给我们 让我们打打攻 再说 打打攻 再说 因为马戴毕竟没什么输出 那么他这个地方想从猪篮这边啊 有个突破口 那应该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两刀的话 应该 应该有桃救吧 没桃 没桃救 桃子不能出了 刚才那个前席 前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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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没注意看是什么颜色 前席应该是方片 那么桃子不能救 也是比较 还是有一点作用 有一点作用 那么不能救之后 那么我们这边现在 对我们而言这个 还是比较好控场的 那么就是 他们二打二 我们看戏 然后适当地平衡一下 平衡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再杀一刀 再杀一刀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 我们还是选择了杀忠诚 那么我们希望形成二打二的局面 那么 其实也可以控一控公孙这个地下 嗯 舒服 也不过如此吧 那么现在的话 这边 那么我们看来还是要 嗯 现在这个控场已经很明显 要把中城这边搞掉 毕竟流血在那个地方的话 我们肯定不能放他死 不能放他死 那么马带的话 你能不能收掉这个人头 就看你自己了 嗯 嗯 嗯 那么最后一刹 最后一刹 那么大家个人一息 个人一息 那么还有一个9 那么最后 那么这个人头感觉应该要到我们的 那么可以火龙看一下牌 那么再决定方不放他 嗯 是 那么这个人头给我们收了之后 那么就 而且收了之后有桃有9 这个非常好 这个非常好 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急于去杀马带 或者说 控公圣站 那么马带这边有公圣站去杀啊 不用担心 那么公圣那边的话有马带去杀 也不用担心 所以我们两边的话 叹息的状态比较好 那么我们这边贝勒 然后由于借公圣这边神嘉义啊 自带嘉义的男人啊 自带神嘉义的男人 也是比较幸福的 舒服 也不过如此吧 宋宫器就还儿ınız吧 宫器就还儿 助在加油 停 二十五个房子 nos好 hoo took joue欸 数公圣余就还儿 助在速度耐多闭了 ualium者救出和声赛 sympathetic sharing.vOLHO we back over 1001 这是 eigenlijk 就 releasingThere γο出了一些圣锃 Prime打 嗯 那么这时候 这时候抓兰心 实在就是 就凝这种坏了 速度耐rane。 被扒掉了 被扒掉了 那么现在有一杀 感觉已经离死不远了 那么就看奥才 关键的时候 奥才能不能帮我们顶一顶 还是两张杀 那么这个元气也是逼了狗的 那么这个地方有桃 我们暂且应该不会死吧 不会死 那么主公这个地方 也可以考虑杀我 那么他有火攻的话 肯定是把公孙这个人头给拿了 那么拿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看他的怨气好不好 或者说看我们能不能顶得住 主公这种 神奥才 关键时候神奥才 那么前期的话 没有都没有关系 那么再来一张闪 那么暂时应该是 还是比较安全的 比较安全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不出闪 桃子你毕竟留着 待会儿再用嘛 那么你待会儿再用两血 毕竟两血的话 还是比较好 那么这个地方 可能担心刘善 这个地方再刷一张牌 那么可能把桃子刷掉 这个概率已经比较小了 那么他肯定是先刷再杀你 那么这个地方肯定应该 个人角度应该是先出闪 然后再直接把闪除掉 那个傲才的桃子 可以留着自己不满血 毕竟你最后 已经想好了要强攻主攻 强攻主攻 那么最后的话这样 主攻 如果我有一个9 那你还是要掉一些 比较亏的 往后面傲才不行了 那么顶不住了 那么就是比较危险 那么可以打稳妥一点 因为稳妥一点的话 你自己还是比较有优势 你不需要去杀他 他的享乐的技能就发动不了 那么你顶着就是靠在独武 然后把刘善的小胖子的 这个血线给控住 给控住 所以最后的话 应该还是打着稍稍 有一点点的问题吧 但是总体而言 控场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这三上比赛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